9月27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宣布新一轮支援旅游业界的措施 政府将放宽对旅游业议会的拨款,让其资助导游每年续证之时所需费用 同时降低美食车租金,以减少近期因暴力事件,游客数字大幅下跌对旅游业从业者的影响 据了解,在香港近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旅游业是受损害较大的行业之一 多名业界领袖表示,旅游业跌幅比2003年非典期间还要大 邱腾华表示,近期旅游业面对很大压力,游客量降幅达三四成,情况严峻 由酒店8月至今的顾客入住率同比下跌一半,约40个国家对香港提出旅游提示 八月下旬的时候,旅游的入境人士,游客的入境人士,是跌到一个相当差的局面 当时最差的时候是下跌了,跟过去一年比,下跌了49.6% 九月头到现在来说,平均来说,那个下跌仍然是超过三成的 有时有一个星期可能去到四成 所以简单来说,可以说是仍然徘徊在下跌三至四成之间,情况也都是严峻 邱腾华表示,为助行业度过寒冬,政府在8月豁免了旅行社代理商牌照的费用 香港旅游发展局9月也豁免了业界在参与内地及海外展销会或洽谈会的费用 和优质旅游服务商户的续证费用,希望他们生意额增加 政府如今会在豁免导游续排课程费用和旅行代理商年费 在旅游会得到我们的支持之下,他们的撥款可以资助这些导游在他逐牌的时候 所去报读的课程,大概是一千元左右的,而是大概有六千个导游是可以受惠的 另外一项就是,也都正式宣布了就是旅行代理商在9月开始,他们那个年费也都是得到豁免的 这个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主公司或者分行的时候都得到豁免 邱腾华又说,美食车租金方面如停泊政府场地,未来六个月租金可获减半 估计每辆车在未来六个月平均可供省回1.8万港元的租金 政府在未来会加强和旅游业的沟通,即在海内外的宣传 吸引游客来香港,恢复香港旅游之都的形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